一、三、二、九 等於一一點鐘的小朋友是相當努力的叫賣 因為這次跟野怪船的藝術團隊比賽 想要在藝術比較多 消息中間就是不會贏的團隊所得 相方是用心轉軟 無論有什麼無所 就希望增加自己的消息藝術 為了賺比亞露兴的基金 如果鄉公平國秀是特別跟客戶的野怪船 等於一一點鐘 挑戰如何做點鐘來推薦 大家也都愛給小朋友的路復感動 時úcar不又賣"> conj dementia 因為在推銷時要厚臉皮一點 不要那麼就是 不要那麼害羞 大榜一點 輸得很開心 因為我們贏很多 比以前的哥哥姐姐贏得還要多 所以我覺得我們輸得很開心 這位小朋友雖然最後不出了一 cord 你有這團隊 Work神有的是難過得沒手 不過也讓他們為叫賣的規定中學到的經驗 很辛苦而且要一直喊 而且去推銷客人的話 他會說不要不要 然後很挫敗 很挫敗這樣 然後參加就是去找下一個目標 然後差不多五個之中 有四個不會買 就只有一個才會去買那個綠豆糕 這場小朋友都在叫賣 也是有給大家看到 雖然比賽會輸掉 不過也這麼願意幫助 公平國秀的下信 完成他們的夢想 所以實際上是關注小秀獎金 希望協助比亞新台玩樂 今天我們輸但是還是有獎金 因為那個阿嬤還有她孫女 就是給我們錢 然後讓我們完成畢業旅行的夢想 有這個妖怪村派出的參賽者 然後跟我們的廣新國小小朋友 做完PK之後 那其實他們看到了 他們非常認真 還有熱誠的那一面 非常天真 所以他們今天 也把他們這個銷售的獎金 然後也給了這個廣新國小 希望他們有更多的用途 可以幫助他們 好好表示 高雷學生扣自己的力量 來賺比亞入行的費用 無論輸贏 小朋友都在消失過程中 學習行動 也讓他們體會到賺錢 真的不簡單 繼續祝福長報道